有位中國網友說 彎彎心口不一樣 嘴巴上抵制中枝 但玩的都是網門的手遊 真香啊 這種觀念綁定的邏輯 真的很讓人頭痛 很多人喜歡吃牛肉 但對於內臟無法接受 照這位中國網友的邏輯 鹹牛雜又愛吃牛肉 那不就是神智錯亂 台灣人為什麼喜歡中國手遊呢 畫風勾勒詞 日本動漫的大眼睛反光法 很對台灣玩家的口味 中國手遊外包給日本畫質做臉色 為了看這些美頭 也只能玩了啦 2 配音夠日式 明明是中國手遊主打的卻是日本知名聲優 對台灣動漫迷來說 聲優就等於偶像的存在 就下載了啦 3 介面夠日式 日式講究極簡旗幟 清爽又帶有英文的介面 讓人游走其中 像在逛美術館一樣 說穿了 台灣人是在玩 中國製造的日式手遊 其中的日本元素 才是新年流氓的地方 有人聽說過 中國手遊玩法衝心 好棒好特殊嗎 中國手遊劇情感 好香好刺激嗎 都馬是在討論人設跟聲音而已 今天有副電影 虛音璇寫劇本 小島秀夫導演出 上上優雅當主角 舞台在日本昏泉餘館 中國只負責出現 上映之後票房非常亮 文總會說 中國電影就是棒嗎 有些中國創作者 在台灣確實 王剛熬場長 彈雄華文兄弟 他們作品精緻又有趣 影片中的固定台詞 讓人狼狼傷口 做菜用寬油 竹鼠帶何變 買片靠哥們 代名扛擊 但看完之後也是覺得有趣 並不會因此對中國有所向往 要是看中國作品就等於愛中苦 那反過來說 人蛋熊採用日本動畫來做二次創作 豈不是中皮日古 好常常購買歐美遊戲做深度介紹 那也是重陽妹外 但沒有台灣人會去給他們貼標籤嗎 反倒是王剛做個炒飯就滷滑 花龍養豬石被滅藏 搞他們的都是中國人 我是真的覺得中國人聰明 學習強創作模 但始終觀念被國家綁定了 批評中國政府 就是批評全體中國人 說中國人不好 那就是對中國政府的挑戰 莫名其妙啊 把話題拉回遊戲 台灣人真的喜歡中國所有嗎 其實可以做個簡單的實驗 人物通通水墨畫風 不要連畫性傳 全部男性登場 見面用中國式塞爆風格 題材是中共舉起搞文歌 中國配音中國劇情 首抽就送習大大 除30元送非洲撒地禮包 外加維尼Skin 這樣才是真正的中國手遊 假如上次後台灣人的愛不釋手 那我們就承認我們超愛中國 好啦 我要去玩壁廊航線了 福利滿滿 真的有夠讚啊 沒得太好 第一款 albo 暫投 Ran 有點 蘇 抱 請